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编持编聊纽约地产的疫情特别期 很多买家看了我们上一期大胆买房子 都陆续向我咨询了地产的问题 在所有的问题中 目前最主要的是关于贷款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话题是疫情正能量贷款很轻松 希望今天的话题能给买家们一些帮助 在我们介绍新的话题之前 我先回答网友的留言 纽约疫情有多严重 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 我就不多解释了 我们提倡疫情正能量 纽约人都不出门吗 其实我们居家令一直在延期 5月15日到6月6日 目前已经更新到6月13日 但是所有的基本的工作人员 一直都没有停歇过 比如说警员 医护人员 交通 邮局 银行 金融 还有很多很多 向他们致敬 谢谢他们了 纽约的地产买卖影响很大吗 是的 是有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情况是疫情 我相信恢复一定非常快 来我们步入正题 边吃边聊 纽约地产疫情特别期 疫情正能量贷款很轻松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资深的贷款专员 James Chen 请James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 Andrew 还有边吃边聊纽约地产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James Chen 我是Citizen Bank银行的资深贷款专员 我从事房贷这个行业有17年了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荣幸来参加你的节目 来分享疫情这段时间的房贷资讯 James我们节目是边吃边聊纽约地产 肯定和美食有关系 有准备给大家吗 对 当然啊 我一直有关心你每一期的节目 在这里我有准备一道热菜 还有两道糕点 也是因为我太太是香港人 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 对啊 我也很期待你的糕点 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吃胖了 我也是 请记住 减肥的目的是减少身体的脂肪 所以我们要先有脂肪再去减肥 好的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疫情发生以后 房贷有没有变动 要求有没有变得严格了 是稍微有变得严格一点 像信用分数 还有过完户之后的流动资金都有被提高 像FHA3.5%投期款的产品 它的信用分数本来只要求是560分 现在已经变成是620分了 还有像是Fannie Mae Confirming的产品 就是一般人所放的10%或者是20%的投期款 它的信用分数从620分已经调到660分 甚至是700分的 那当然这是看客人去哪一家银行申请的贷款的要求 过完户之后银行也会要求客人还有一些钱在他们户口里面 这些钱是用来以防万一 如果客人失业了 他户口里面还有一些钱来可以缴这个房贷 通常来讲银行会看到他这个户口 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这个钱 在疫情发生之后 这个资金已经提高到三个月到六个月 甚至12个月或者是更多 这个需求是根据客人的贷款金额还有产品来做决定的 其实信用分数没有太大差别 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过货后的储备资金 我之前在小视频里也提醒过大家 只不过疫情期间需要金额会多一些 可以理解的 James 第一个美食是什么呢 好 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蒜蓉虾 那这道菜的材料是虾子 大蒜 姜 葱 还有一点米酒 盐巴 然后放到锅子里面去蒸个八分钟到十分钟就好了 这道菜可以给喜欢海鲜的朋友来试试看 做法非常容易 做法非常容易 这道菜看着其实很鲜嫩 而且做法也不复杂 主要是调料搭配的好 下个问题是客人要准备什么贷款的材料呢 疫情期间过后的时间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OK 非常好的问题 Andrew 客人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银行会要求客人准备过去30天的工资单 过去两年的W2还有报税单 还有过去两个月的银行月结单 这个是以上是给这个上班族的 如果客人他本身是自己开公司的话 银行会要求他们准备过去两年的公司报税单这样子 那现在过后的时间大概是50天到70天左右 这是给房子买房子的还有买condo的 那如果是买co-op的话可能就是60天到90天了 因为客人买co-op的时候他是需要去那个面试的 那这个时间就稍微会拉长了一点 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样子 没错 在疫情期间 由于每个人都在家工作 效率会慢一些 为了每个人的安全 我相信买卖双方也是会理解的 James 那么我们的糕点在哪里 这是刚刚新鲜出炉的火腿包 这是用面粉 奶油 糖 盐 牛奶 还有鸡蛋 最重要的那个ingredients就是hot dog 放在那个烤箱烤15分钟 新鲜出炉的 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道糕点是蛋塔 蛋塔在香港是非常受大众的喜爱的 也是非常传统的一套点心 做蛋塔呢 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做皮 第二个步骤是做里面的料 那做蛋塔呢 需要面粉 鸡蛋 牛奶 糖跟奶油 那烘焙的时间大概是15分到20分钟左右 让我想起了港式面包店 加上一杯港式奶茶 感觉回到了疫情前 还是回到现实吧 最后有请James为每一个想要买房的客人一些建议 在做贷款这段时间 以下的几项是要注意的 第一项是投期款 在我们的华人圈子 很多时候客人是等看好房子 签好合同之后 才去筹备剩下的投期款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投期款应该一开始就要准备好了 去申请贷款的时候 应该会要求看过去两个月的月结单 那时候这笔钱应该已经在那个户口里的 这样子 第二项是关于客人的信用 如果客人知道他要去买房子了 那也需要房贷 那时候就不应该去乱刷卡 或者是去申请新的信用卡 或者是任何的贷款 比如说车贷啊 租车啊 学生贷款啊 这些的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也不要把信用卡给关掉 这样子都会去 因为这样子做都会去影响到信用分数 那信用分数如果跌低了银行的要求 就贷不到款了 在这里也要 跟各位讲要记得按时缴 你们的这个信用卡 或者是车贷 租车 或是你有其他的房贷的话 都要按时缴 因为你去忘了缴这些钱的话 就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 那信用分数如果跌低了一定的要求 这个贷款就有可能会被银行给拒绝这样子 非常感谢James的建议和美食 今天我们了解到疫情期间 贷款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最后请大家记住买房钱 请先咨询一下资深的贷款专员 James Chen 陈先生 只有了解自己的贷款能力 才能去看房去出价 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变得很高 感谢大家关注和订阅 边吃边聊 纽约地产 我们下周五见 下次见 남视频 Community 我们下周五见 对 暂花 tämä 中慎 三